Hello,大家好,上个月我去上海参加了像素蛋糕的新品发布会 领了一些礼品,还吃了不少好吃的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这次像素蛋糕的新功能 或许将会改变整个调色、追色,尤其是后期预设的传统工作流程 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调色时代 我知道大家肯定觉得我在标题党,但真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有耐心跟着我把后面的几个案例一起过一下 或许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简单的说,从前我们去追色和仿色还是停留在1.0版本阶段 就是我们会对于一张经典照片去手动模仿它的色调 这对于我们的色彩知识以及后期的技术有很高的要求 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算是1.1或者1.2版本吧 就比如我们直接下载一些摄影师制作好的预设 又或者是市面上有一些仿色工具或者仿色方法 但绝大多数都没有用 不过好消息是我已经替大家把市面上主流的仿色教程全部观看并学习了一遍 我给大家筛选出来几个推荐大家学习的教程 不过先说结论在像素蛋糕AI追色面前能打的一个都没有 但是这里面的操作思路对于大家学习PS后期基础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关注的博主吧 一个是这位Just You Official 这位老师我觉得他的内容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本书就是本签名 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关注了挺久的一个老师讲 后期讲的都非常好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他们的内容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收获很多 这里我也使用本书的一个仿色方法 然后演示一下如何用PS仿色 并且跟像素蛋糕做一个对比 反过来我们回到像素蛋糕里边 我们看一下像素蛋糕是如何处理这张照片的 其实像素蛋糕去追色它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我们找到的这张照片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张照片 你直接从你的相册里直接把它拖在这里 看到这里吗 导入一张样片 你想仿谁你就把它拖进来就OK了 然后你看我把它拖在这个位置了 我们就要做的就是点击它 你看点击它就用了几秒钟 它就完全反过来了 反过来之后大家看一下 它的皮肤的状态跟之前 完全把它的皮肤的这种肤色 以及环境整体的色调都给映射过来了 但是皮肤是一个非常可用的状态 所以你再对比一下 之前的方法就是别管是插件啊预设啊 还是种种也好 在像素蛋糕面前我确实觉得有点不堪一击了 因为它的这种追色它是简单说 它是可以把人物和背景分离去做一个识别处理的 目前的所有的预设调设都做不到这一点 OK我们回到下一个案例 我找到了一个印刺上博主的它的一张原片 你看它分享它的原片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张照片要给它追成一个日系 如果你手动去调还是很麻烦的对不对 因为这张照片的本身分辨率不是很高 你看它的发丝这种边缘识别的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像素蛋糕这边它还是内侧版本 它的正式版发出来可能会更加强大 再看一张照片吧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用这种工具你要怎么用 它不只是简单的说用一下 拿这张照片为例 我们把它在PS里同时也打开 我们先看一下日常我们去处理这张照片 我们通常会采取什么方法呢 然后我们进入到CAMERAL旅景 日常我们所谓的购买了一些预设 大家看我这里也有好多预设啊 对吧 可能上千种都有了 但我在用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非常不好用 这些用起来也不是说不能用啊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看它普遍有一个大的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皮肤你发现了吗 因为你先是做的整个的色调的去映射 所以你随便找一些东西 它的皮肤你是很难做处理的 这颜色我觉得它不好的点 就在于你很难去确定它的效果 很难去确定它的效果 现在像素蛋糕它改变了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不买你的预设了 我想用谁的颜色就用谁的颜色 对不对 比方说这里你看我这张照片 我想去追一下谁的颜色呢 我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晴天拍摄 就跟我们这张照片很像对不对 在这里晴天这种日系风格 包括这种绿色我觉得挺好 那我们给它映射过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直接去点击它 你看它就直接映射过来了 你看它对人物皮肤的这种处理 就要比我们刚才直接去找其他的预设 我觉得要方便很多了 如果皮肤你不满意 你还可以直接在人像美化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什么 它的这个法令纹比较重 那我们去找到一下怎么去除 去除它的法令纹 在这里有法令纹是不是 我们点一下 看到了吗 现在就相当于像素蛋糕 自己就把这件事给干了 你想去追色 它把追色给你去做了 然后呢 你想去调皮肤 皮肤我们就不用说了 它的老本行了 这一点不是说PS做不到 PS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觉得从效率上来说 就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了 我假设你就在这一个场景里边 你拍了50多张照片 那它现在很恐怖的一点是什么 你选择这一张照片 包括假设这三张也是你的 看到这里了吗 有一个同步选中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同步 你做的所有的调整 包括你的皮肤的调整 包括你的颜色 预设的这种套用 全部都覆盖上去了 真的就相当于 你只要做好一张照片 全部都出片了 我觉得这对于 人像修图师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人像摄影师 它是一件好事 因为人像摄影师 就是你可以更加专注的 去做选景拍摄了 对不对 我们再回到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我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呢 就是其实做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这是我给朋友拍的一张原片 因为你拿别的片子 我总觉得是有一些偶然性 对吧 你只有是我自己亲自拍的片子 我认为OK了 那才是OK了 所以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手动调完当时的一个效果 这个所谓调也很简单 你看这是我很多年前拍的了 如果你现在让我学我可能腿部啊 这些地方 包括它颜色 包括它肤色的一些校正 我还会去做一些 但是当时对于照片的理解呢 就是我觉得抓住一种情绪 抓住一种状态更重要 就是因为你要确定色调啊 你要确定你的风格 算上你不断试错和尝试的过程 我觉得我调这张照片 大概花了十分钟左右吧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 我能不能直接用这张照片 去追我调完后的照片 我把调完后的照片放在这里了 看到了吗 我看一下它能不能追出来 这个效果 我点一下 哇 你看 又追出来了 这又是非常非常恐怖啊 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啊 然后这是我之前的 你说会有差别吗 有一点差别 有一点差别 但是不大 反而你看我之前因为什么 我之前拉了那个镜像的蒙板 它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缝隙 它是没法去去除掉的 所以你能明显感觉到 中间有一些不自然的体量 但是你看像素蛋糕 它把不自然的地方给去掉了 我觉得这个例子 它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 因为用像素蛋糕的很多很多用户 首先应该它就是拍婚礼用的 对不对 那这张是一张圆片 当然圆片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总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沉进去 或者没有一种后期感吧 我怎么去做这个后期感呢 那我找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因为这张照片我觉得 首先颜色都非常统一 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这个整体的这种黄色的橘黄 偏一点红的颜色吧 它是浸在了这个皮肤里面 它不是这层颜色浮在照片上的 它是整个颜色是浸进去了 我就想要这种感觉 所以我看看它能不能做进来 那我们找到这张照片 在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它 哇你看它直接过来之后呢 皮肤这些地方保留都很好 我们看一下高光 之前你看它的这个轮廓圈之前 甚至是不清晰的 现在呢直接给它识别出来了 在这里它给它做了这么一个高光过来 非常的自然啊 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案例 这也是我找到的一张原品 这张照片呢也很好 也不错呢 但这个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就是好像颜色不够那么沉得下来 就好像不够厚重吧 那我们去调的时候呢 找一下这个LV官方拍的一个颜色 我们想把它的颜色去给它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照片从它的摆子 到它的这个背景 包括它是一个这种老外 我觉得它可能就很适用于这种比较厚重 有一定对比度 有一定的鲜明度的这种照片 那我们点一下 我觉得这至少非常符合 目前大家的这种观看照片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我觉得如果中了 你可以把它收一收 收一收回来 那一键 你看做到这里了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调色的流程 跟以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们可能也会去参考一些不错的照片 但至少是我吧 我还是把一张照片放在一边 然后呢这个照片去把它模拟 其实因为我自认为我对PS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就是绝大部分颜色我是可以放得出来的 但是说实话 很花功夫 很花精力 而且你还要照顾皮肤 你还要照顾等等等等 就是如果假设我拍了这个照片 我一共拍了一两百张怎么办 怎么处理 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有的时候你套完了 你会发现 它也不是说达到你真正最终理想的效果 那都没关系 因为后边的工作 你再稍微的加强一下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看 就特别像也是什么苹果手机之类的 手机拍出来的 就是特别自来水的风格嘛 那我们想给它做一些风格化呢 那我找到了这张照片 你看 是不是也是在草丛里 然后也是一个模特 它后边还有这种夕阳的感觉 但这个感觉 它很难可能做上去的 那至少这个色调 我们先把它套上来 然后呢 我们返回到这张照片 我们去点击一下它 一秒就过来了 你说这也不好看呀 对 它不好看 并不是说它颜色不好看 就是很多人评判一个照片 好不好看 它可能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的 在我看来 这张照片颜色没有问题 是OK的 也是达到我想要的 它不好看在哪里 它没有拉出层次感 我简单的跟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我自己给它去调了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原片 所以你看 我不是说用像色蛋糕 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把它一站式 彻底解决问题 而是说什么 而是说我先给它 把一个色调框出来 然后呢 你再去给它做什么 去拉出一些光影感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这期我们 也并不是说 科普后期的知识 其实就是你给它拉接 光影的蒙版 看到了吗 该亮的地方亮 该按的地方按 这个是像色蛋糕 它不会给你做到的 我理解的 它不是说没有能力做到 而是说 它给你的是一个标准片子 至于后期每个人有 每个人二次加工的风格 它不会去给你做一个定义 至少它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崭新的思路 对于追色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以前我们想要一个预设 摄影师会干什么 他会调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预设 然后呢 它会卖 对不对 它会把它制作好的预设文件 打包一下 你可以花钱买它的预设 那我现在就在想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的片子拿过来 你就不用去买它的预设了 对不对 它的这个AI追测功能 我确实是觉得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用的功能了 没有之一 因为它又好用又快速 在最后我说一点 我自己对于这些 不管是AI也好 像素蛋糕这些东西也好 就是对于摄影师 修图师的影响 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其实对于后期修图这一个行业 是比较不太看好的 当然不排除有高端的修图师 我觉得单纯的你只去修图 这件事意义不大了 尤其是对于新人也好 或者说你刚毕业 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来说 我都觉得普通的后期修图 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择业选择了 但是人像摄影师 他一样还是一个值得去进场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 就很多人说人像摄影也不好干 因为在这个大环节上 首先没有好干的工作都不好干 对不对 你要说你有更好的选择 那你就根本把摄影当爱好 我觉得那更幸福 但我们那些不在讨论之内 就说摄影他不会被这种AI取代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摄影 他有一个参与感 就是我比方说我拍一套写真 或者说我拍一个旅拍 他是有整个人的参与这个经验 实践在里面 他这份体验感带给他的愉悦感 是AI无法去取代的 所以就是如果好的摄影师 又有审美 又有现在的像素蛋糕这种工具 去辅助你 包括现在的各种AI的软件 包括后期你如果对灯光等 你又特别善用灯光 把灯光也玩明白了 后期可能很多摄影师不是强项 因为我经常说摄影师 你再修图也修不过修图式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强大的修图工具 在帮着你往前走了 对吧 你现在谁能想象以前不会中性灰 你摄影师肯定还是要找修图师去修的 现在像素蛋糕 他已经这个版本 他中性灰磨皮已经和职业的修图师的 中性灰磨皮 没有任何区别了 甚至比很多职业修图师 中性灰磨皮都要好 关键是人家只需要三秒钟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就是人像摄影永远不会被取代 他里边有一份参与感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能做人像摄影的朋友 可能以后我的理解 可能会把整个的拍摄流程 去把他的体验感去做强 包括我以前去拍过的一组照片 就是当时我拍的那个对象 那个姐就跟我说 其实你完全可以拍完的照片 好的照片 你送他一些相框呀 做一些画册呀 对吧 客户只要加一点点的钱 对吧 成本也不高 但是你给他的是一种体验感 包括你跟他在旅拍的过程中 对吧 他们可能吃了一些东西 聊了一些东西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份 一份无法用AI取代的一个经验 所以以后摄影师也会更加的卷 卷的不只是技术了 我觉得卷的是服务 卷的是体验 卷的是超出传统摄影师 能提供的那种服务 那我觉得摄影行业至少是人像摄影 我依然很看好的 可能说的有点多 能看到这里的说明真的是真爱粉了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键三连支持 如果你们喜欢 就是我多说一点对摄影的理解 或者给大家的建议呢 我也会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多发表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希望对于你们尤其是新人吧 有帮助吧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